三国其实是个惨烈的时代 以前我们看三国总觉得好精彩 英雄辈出群星闪耀 感觉如果要穿越 就一定要穿越到那个时候去 但你知道吗 中华民族其实在这里 遭受到了几乎灭族的灾难 之前中国文物交通中心办过一个展览 三国志特别展 包括如果你现在去一些 三国遗址的博物馆看 你就会发现里面有相当多数量的文物 是武器 这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文物 三国时期魏国的青铜弩机 这个是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的蜀汉青铜弩机 这个是湖北省博物馆的吴国的黄武弩机 这是有袋墓壁的 还有一些箭头 完整的弩长这样 有弓弦 弩弓 弩壁 而弩机是它的启动开关 既有辅助瞄准的功能 也像是手枪的扳机一样 扣下去 箭就发出去了 三国其实还处在冷兵器时代 所以这种武器的作用 就是为了远距离杀敌 包括那个时候 诸葛亮还发明了诸葛连弩 据说是世界上最早的自动武器了 一次可以装十支箭 然后这十支箭可以同时发射 你就可以把它大概理解成 跟机关枪一样 打打打打打打打 而且这所有的武器的唯一作用 就是为了杀人 可能我们今天只是在史书上看到 什么死者数万人 死者慎重 这样子一笔带过的记载 但事实上三国时期的死亡人数 是你想都想象不到的惨烈 三国时期有三大战役 赤笔之战 最有名的死了十几万将士 往前关渡之战 曹操光是坑杀袁绍的军队 就有将近八万人 往后刘备跟东武打的仪林之战 也死了五万多人 更不用说其他大大小小数百场战役 更可怕的是 你军队伤亡也就算了 但有的时候平民死的比军事还要多 因为被屠杀 当年陶谦杀了曹操的父亲 曹操为了报仇雪恨 在打赢了陶仙之后还不解恨 他甚至屠城 徐州五座县城 在曹军的大刀下成为了空城 数十万百姓连同家禽的尸体 把似水都堵住了 战争之下 还有一系列恶性的连锁反应 比如瘟疫和饥荒 三国治理就记载 说建安22年 嗜碎大疫就那年发生大疫 建安妻子一下子死了四个人 许多地方十世九空 甚至有灭门之灾 曹操在说义气这篇文章里就说到 家家有僵尸之痛 世事有豪气之哀 大难之下 还有多少人力来耕种呢 田园荒芜 粮食欠收 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饥荒 曹操当年在官渡打败了袁绍 打到后面 袁绍的军队都已经扛不住了 有人就想投降 但是曹操依然下令全杀了七万多人 这次不是因为他狠 而是因为真的没有粮食了 你就算归顺了我 我也没有粮食养你啊 只能杀 你看史书上对于饥荒的记载 史书上可能只是寥寥数语 但是你光是想到那个时候的画面 也已经是触目惊心了 曹操在一首诗《薅里行》里面 这么描述当时的场景 他说 白骨陆于野 千里无鸡鸣 生鸣百一一 念之断人长 想象一下 千里平原上铺满了白骨 鸡鸣狗叫都听不见了 一片死气沉沉 一百个人里才幸存了一个人 这是怎样的惨状 公元157年 东汉政府曾经做过一次 全国范围内的人口普查 当时得出的数据是 五千六百万 但仅仅只是过了五十一年 赤壁之战之后 全国人口只剩下一百四十万 幸存了不到百分之三 当然 学界也有人认为说 这有漏算之一 他们说不是一百四十万 是八百万 还有人说是一千四百万 好 你就算是一千四百万好了 那这五十几年里死了多少人呢 四千两百万 比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惨烈 今天我们看三国影音会觉得特别精彩 我们会去讨论谁的战斗力最强 谁的计谋最好 但是我们说一将功成万古枯 他的功勋事实上是建立在许多无辜的生命身上的 所以我一直觉得不要向往战争 不要跟我们的下一代歌颂战争 因为一旦开战绝无赢家 历史远比演绎精彩 也远比演绎悲哀